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人的Red 歡迎回到新手有餐特輯 今天這個太亮了 先猜一下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更加更加入門的東西 前三集大家應該看了吧 第一集就是講一些比較基礎的跑步新手的概念 第二集呢 帶到一些關於手錶的運用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呼吸策略 第三集呢 也教大家在跑之上的調整 這一集 我們已經踏出新手村的第一步 我們目標幫大家設定了一個5公里的挑戰 畢竟啊 如果你是新手特輯的這些愛好者 你現在應該已經報名了年底的可能長榮馬拉松啊 或是一些小比賽 但至少都從九月開始就有一連串的賽事 或許開始要迎接大家 當然現在的天氣我也知道六七月超級熱 所以今天幫大家規劃了一個月份的課表 這個課表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賽的新手 我們目標是希望可以帶領大家 先用持續跑步不停下來的方式 完成你的人生第一個5公里 所以如果這一集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大家留下來繼續把這集影片看完 我們將會公開四周的5K挑戰訓練 通常我們會先建議大家從快走開始 而且是少量多慘 我跟你講 里程對於新手來講都是假的啦 練練那麼多 受傷的又不是他負責 不要聽他那聲唬爛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釐清一下 為什麼新手要一次完成5公里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接下來的課程訓練的規劃 不管你是跑10公里半馬圈 在所有的里程當中 如果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心率 或者是輸出的這個配速 是均衡的把你這個比賽跑完的話 你通常都會面臨的第一個狀況 就是可能跑了20分鐘 肚子好痛 側不痛 然後開始停下來用走的 沒有辦法持續跑 或甚至跑一跑就突然覺得 哇 我腳已經撐不住了 然後開始要休息走一走 甚至會有抽筋的可能出現 那這些通常常見的這些問題 都在於你的輸出是一個不太穩定的情況 你可能是有點忽小忽大 你可以想像你在開車的時候啊 有些人為什麼油耗表現非常好 因為他油門踩得很平順 他沒有一下就踩得很大力 那你想像F1啊 或是那種比較喜歡飆車的這些人 油耗表現一定不會太好看 因為他每次都重踩油門 油耗表現一定是突然上去很多 又下來很多 這樣的情況其實對於你的引擎來講 就很吃力 那相對講對人體也一樣 你一下衝很快 一下就降速 你光是要恢復讓心率可以維持在平穩的輸出 就已經撐不住了 你怎麼可能要求你可以跑完一次10公里半馬的這個里程 所以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關於你在5K前的準備 目標在這四周的訓練 會帶大家從可以持續跑步不停下來的情況 完成你的第一個5公里 如果你是那種出來前進場跑個20分鐘就要走路的這種人 我覺得這支影片非常適合你 因為這次的課表真的是非常非常初階 我覺得體能完全是0的這種新手 也很合適在使用 欸你不要跨界人家講車的 你在那邊跟人家講車 你是講得過人家 欸我跟你講講到車大家繼續關注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已經被邀請去試乘了 請大家繼續鎖定我們頻道 好啦講課表 那新手其實也可能很常聽到一些比較跑步的老鳥 會給你一些建議 啊你就是跑量就對了啦 你現在先一個月月跑量跑到200公里 不然就是你這個禮拜先做兩次間歇訓練 對你的成績進步會非常有幫助 但其實他們可能講出這些話之前 已經忘記他們在追看新手出奇的那種比較辛苦的狀態 所以今天這個課表呢我們不會讓大家要求跑太多的里程 也不會要求大家一下就要跑間歇的這種課表 因為在剛開始啊我相信新手最常遇到的問題 是他們要持續跑30分鐘對他來講可能都很有難度 甚至看到課表開起來哇今天要跑30分鐘 然後跑兩個小時 那個課表對他來講根本是天方夜譚 不太可能做到 所以今天的課表呢我們不會有太艱深的這些專有訓練的這種名詞出現 通常我們會先建議大家從快走開始 而且是少量多慘 在一個禮拜當中我們會先制定至少兩天要跑一次的訓練 所以我們在前兩週的課表 一個禮拜七天當中只練習三天 那每次的訓練呢 持續的時間也大概不會超過30分鐘 所以以一開始的目標來講 對於大家如果可以完成一次完成兩次 其實你的體能跟控制配速的狀況就可以逐漸提升 所以我們就來講第一週的課表 那第一週的第一天呢我們會跟大家建議 就是一開始你可以先從快走10分鐘開始 畢竟我們的目標是你可能真的持續跑10分鐘 15分鐘以上都很困難的這些TA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用快走的方式 先讓身體的基礎的核心溫度上升 然後讓肌肉慢慢有熱開來之後 再開始跑主課表就好 接下來呢算是第一個主要的考驗 我們就要持續跑步15分鐘 那這15分鐘的強度呢 是在一個你可以接受 而且稍微可以聊天的那種情況下來跑就好 記得我們現在的目標 在前面的這個第一個月的階段 都是希望你可以完成 而不是要跑到多快 所以快走10分鐘之後慢跑15分鐘 慢跑15分鐘中間是不停下來的一次完成 最後再緩和走5分鐘當收超 所以在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你就完成總共是有30分鐘的訓練里程 對於你來說這30分鐘已經足夠了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現在天氣那麼熱 這種天氣你不喝水的話 一定會有這種抽筋或是身體大量流汗之後 開始體能下降的這種狀態 所以提醒大家 你至少15分鐘左右到20分鐘就要喝一小口水 對於你的身體降溫來說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以記得要喝水 那我喝水的時候要停下來嗎 你水都是怎麼放 我建議可以停下來 畢竟大家這邊是新手三特區 沒有這麼急的啦 好不好要變強後面一點再說 我自己的話會先從 建議大家從繞圈的方式去進行 因為你如果一次跑很遠 你就只能一次直接跑回來 舉例我去5公里 我就回來10公里 我中間都不能喝水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先從 學校的這種田徑場 或者是繞圈的這種形態 找一個點放著 你就是跑一圈一定可以拿一次水 那這一圈盡量不要超過1公里 這樣對你的訓練來說會比較有品質 不會因為你跑得很痛苦 然後跑不回來 然後就開始不喝水 或什麼溫度升高 越跑越累 這樣其實是比較不好的狀態 接下來一個禮拜的第二次訓練呢 我們會建議大家做一個 簡單的小小配速的練習 那這個練習呢 我們一樣是快走10分鐘當作熱身 但10分鐘之後 今天的課表比較不一樣 是要求大家在跑田徑場這種的場景之下 一次完成400公尺 然後我們今天總共要完成目標是6次的這個練習 所以總共是400乘以6趟就是2.4公里 那這6趟當中呢 也不是要大家用衝刺的方式來完成 你的配速就是可以不停下來一次完成一圈的這種強度就OK 每次跑一圈原地休息3分鐘 然後總共持續6次 所以就是跑一圈休3分鐘 跑一圈休3分鐘 總共6次 那這樣結束之後呢 就是結束了第二次的訓練課表 所以前兩次聽起來應該都還很輕鬆吧 那這次週末的訓練呢 是走10分鐘 然後慢跑20分鐘 再緩和走5分鐘 這個目標的課表呢也是一樣讓大家先慢慢的建立 可以一次持續跑這樣長時間的訓練累程 當你一次可以跑完10分鐘 4、5分鐘到20分鐘之後 身體比較可以慢慢的掌控到 我總量跑步是比較輕鬆的 不會有跑得很喘很痛苦的這種感覺 所以目標在週末要完成一個持續20分鐘不停下來的跑步 所以一週當中就像這樣完成3次的訓練 大概兩天訓練一次 對你一開始的建立就非常足夠了 那理解了一個禮拜的課表大概的架構之後 其實接下來幾週也都是差不多的狀態啦 但不要覺得我們只是叫大家從5分鐘變10分鐘 其實我們週間也是有這種配速課表稍微有變化 像第一週是400公尺6趟 第二週我們就會變成800公尺4趟 800公尺3趟 83400 沒錯 所以相對還變輕鬆 第三週呢 就會到1200公尺 一次跑完4圈 然後我們要跑3次 就3600公尺 總共的里程 那最後一週會跑到2000公尺 就是一次跑5圈 中間不停下來 然後目標是2次 其實透過這樣每週的循序漸漸提升之後 你身體可以逐漸適應這種 中間不停下來一次完成的這種狀態 也會對於你自己的配速更加了解 那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你進行一兩週 應該就可以抓到你自己的有氧區間 就什麼樣的配速強度 跑起來是可以聊天的這種狀態 接下來課表就都以這樣的配速為目標就好 南港展覽館館館晚上趕場 幫忙南山廣場場 把鋼彈跟單槓搬到南港展覽館 半場鋼彈觀光展 抗單槓吊單槓上 當然官方網站 官方常常站方萬丈光芒 網站站也 No.1站站 No.1 棒 你看 連有知識這種速度 要邊跑步還可以邊聊天 這種情況 你才可以持續跑完 知道了嗎 不要400公尺給我衝太快 怕太快拿出來念 南港展覽館館晚上 幫忙南方廣場 把廣場 廣場 No.1站 莫子月董站 反正有頭有尾就好了 南港展覽館館 記得現在這個階段 第一個月我們的目標 只要完成5公里不停下來 所以如果你跟著課表照做四周下來 相信你可以持續一次跑完5公里 中間是不用停下來的 但如果要求配速可以再繼續提升的話 沒關係 這個課表太簡單 持續鎖定 我們接下來會給大家一個更進階的課表 那以目前來講 如果以新手友善特區的這些跑者來說 這個課表一定是非常非常適合你們的 畢竟以現在這樣來看 我也問過我們攝影師啦 他也是你知道體重比較重 一次跑20分鐘對他來講就已經有點壓力了 所以以這個課表他看下來 應該還可以吧 不會很有壓力吧 好啦 這個新手友善特區 這個希望目標還是讓更多人可以完成自己的第一個5公里 接下來用同樣的方式我們就可以逐漸等比放大到10公里半嘛 才有機會去挑戰拳嘛 所以一開始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也不要覺得一下就要練到多少的里程才一定會進步 畢竟一定很多人跟你說 你越跑量沒有200再回去練啦 我跟你講 里程對於新手來講都是假的啦 練你練那麼多 受傷的又不是他負責 不要聽他們是唬爛的 好啦 你真的是很友善耶 旁邊那個足球那個好兇喔 你真的是很友善 不要這樣 他們那個客人很多耶 跟他學生那麼多 有夠壞耶 好啦 新手友善特級這一集簡單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是一個 不知道該如何完成自己的第一個5公里中間不停下來的話 趕快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的身邊的夥伴 或許這樣的課表 對於一開始不知道怎麼訓練的跑者也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好啦 希望這一集的這個新手友善特級對待有幫助喔 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先從5K的累積 你這個有點怪 最近要剪頭髮了啦 好 你知道最近這個不是 這個5公里這個新手對待來講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5公里可以平均的一個配速跑完 對於你接下來的其他里程才有可能繼續往上提升 我覺得這是對於新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 常常才會有人說 5K跑得好 什麼 全馬沒煩惱 其實不是要說你5K成績對全馬多有幫助 而是如果你可以控制好5公里的這個平均輸出 你在里程變多了之後 才可以更好的去掌控你的身體狀態 好啦 希望這集對待有幫助 如果想看更多關於新手什麼樣的問題 也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他的網站在No.1 讚 這真的不夠人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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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